美国终于出手阻止俄罗斯干预大选 4号起诉俄国官媒 今日俄罗斯旗下两名员工 罪名是洗钱及违反外国人代理登记法 美国政府调查发现 今日俄罗斯两名员工 利用空头公司和假身份 支付近1000万美元 约3.2亿新台币 聘请位于田纳西州的信条媒体制作 并宣传近2000只有利俄国的英文影片 透过网红和影音平台 扩大美国国内政治分裂 除了起诉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 还对共10名个人 及两个实体祭出制裁 联邦调查局FBI 从俄乌战争到美国总统大选 莫斯科都出手操控 尽管没有直接点名 情报官员指出 2020和2016年美国大选 俄方都主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面对种种指控 俄国不意外矢口否认 俄国外交部发言人 反批美方操弄猎屋 市主今日俄罗斯 也酸言酸语嘲讽 三个事在生活中确定 死亡 贡政 和美国的职业选 但大选进入倒数 华府丝毫不敢大意 我们会一直观察 这些危险 我们能够准备他们 我们能够准备他们 然后能够准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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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会继续拯备 这些国家责任的角员 他们试图准备我们 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然后能够准备他们 他们够准备他们 积极布局 阻止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等 境外势力介入自家选举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